《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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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應該多些去教育自己身邊的人 這件事也很重要 我覺得丈夫是一定不可以排斥我們 萬一我們有什麼事的話 他們應該是表示支持我們 如果她排斥我們 我們應該要特別的 而且他們是有罪的 做運動 我覺得正確是最重要的 你所有的正確思考 就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看我的節目 就是一個最好的減壓方法 很多時候因為要生活 所以做工作等各方面 未必抽到這麼多時間 起碼在空餘的時間 盡量抽多時間 在你自己的親人旁邊支撐 那一刻就會更重要 在她身邊支持她 或者她媽媽 我有問題 It's the only way you do your health because if you're dealing with breast cancer and going through that tinted moisturizer and some blush to bring out the flush in your face the help in your face again, I think it's little things like that, giving yourself a manicure and a pedicure. Have someone do it for you so you can relax while they're doing it. These types of things are going to getting your feeling of beauty back up there. I think you just, I tell you, there's two things, one is communication is key, so you need to, 你真的需要很開放, 要說話, 因為有些人有比較有疾病, 人們需要疾病 人們經常病毒, 人們經常病毒 所以我認為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要延伸那肩膀, 說我來給你, 當然我可以治療你的病 但我可以在那裡, 我可以在那裡, 我可以在那裡 我可以做你的餐, 我可以做你餐, 無論如何 我认为我自己的经验 知道人们在认为你 和你在他们的思考 是非常非常能力的事 让我终于得到这些事 我想我会一起去面对 首先一定要跟他一起去面对 因为一个人去面对一个疾病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当然也要问一些 知道这些常识的人 他可以将他的经验和我分享 我也可以和我身边的 这么不幸的亲人或朋友分享 告诉他们 其实得到癌症 并不是世界末日 可以治愈得好 只要你积极地去面对就可以了 每一个女人 我觉得是很说的信心和自信 我觉得是最大的鼓励 当然有预癌的病人 身体是会虚弱一点的 但我觉得精神的健康 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身体的健康也不能少 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多些去行路 或者去一些室外的地方 吸收一下阳光 其实也是不单止对身体好 其实对自己的心灵 或者精神会更加好 我想先不要令他更加紧张 不要令他更加担心 不要加重他的压力 要见十次面积的话 不要十次都跟他说这个话题 我想心情对于一个病人很重要 尤其是一个丈夫 你每天都会见到他 他也会每天都会对着你 你的表现其实很直接地 影响到另外一半 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多需要带欢乐给他